第四题 小孩妈妈爸爸三人王蛋鞦韆 三人的体重分别为30公斤重 45公斤重60公斤重 且鞦韆长度如右图所示 若三人的摆动幅度不大 则下列图形何者是 三人荡鞦韆的次数时间图 那么这所谓的次数跟时间图 就是在问周期 摆动一次所花的时间就称为周期 我们在单摆的等时性学过 我们单摆的周期在摆角很小的情况之下 与摆锤质量无关 只与摆长有关 摆长越长周期越长 所以三人体重不同 不影响他的周期而只要看摆长 我们看到小孩子的摆长是最长的 所以他的周期最长 相同的摆动次数花的时间会最久 而我们的爸爸是摆长最短的 所以他的周期是最小的 相同的摆动次数他所花的时间最少 所以我们看到图上面 那么这边就看到我们在相同摆动次数的时候 小孩所花的时间最多 爸爸所花的时间最少 所以选项B的图是正确的 第四题问我们说 则下列图形何者是三人荡秋仙的次数时间图 我们答案选的是B 第二题